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划带他还算客气 爸爸对他也还算关心 但他们的注意力大多放在年幼的弟弟身上 深秀一个人在邮轮里乱走 见小丑的摊位上有一次深海大饭店绘本 他翻盖看了看 可价格太贵 他买不起 小丑就嫌弃地赶他走 还骂他晦气 晚餐时 爸爸喊他干杯 庆祝弟弟双幼儿园 深秀强笑着干杯 他没有提醒爸爸 今天也是他的生日 夜里 深秀又梦到妈妈 他经常梦到妈妈 有时是妈妈离去的背影 他拼命喊笑 妈妈回过头 纷暖的黑发中露出一只眼睛 有时是妈妈给他讲海精灵的故事 妈妈说 生日那天向海精灵许愿 就能实现愿望了 他许愿要和妈妈永远在一起 可刚许完愿 梦就醒了 外面起了暴风雨 深秀走出船舱 捡起一条被卷上甲板的鱼 他把鱼放回大海 这时 海上忽然刮起飓风 风中传来妈妈的歌声 深秀掉进海里 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正抱着一个小黄鸭游泳圈 游泳圈里还有个怪东西 像一团蓬乱的头发 不时还露出几只眼睛 那东西对他很亲密 还会唱妈妈的歌 他明白了 这应该就是海精灵 他要带他去找妈妈 深秀爬上小黄鸭 跟着海精灵不知飘了多久 最后穿过一座牌楼 来到一艘大船上 船头招牌上写着深海大饭店 店内客人不少 全是海洋动物的模样 纷纷对海象服务员抱怨菜品难吃 深秀悄悄凑过去 结果被发现了 大家吓得躲开 海象还大叫道 晦气 你给我下去 海精灵替身笑挡住海象的攻击 接着身体突然暴涨 朝大船反攻过去 眼看大船就要被海水淹没了 至时 忽然有一个人出手阻止了这一切 这人叫南河 是大船的船长兼大厨 平时最爱制作创新菜 可惜客人不买账 饭店品价迅速掉到了宜星 虽然他厨艺不行 但能力还可以 只用一个小滩鱼 就把海精灵给收了 深秀替海精灵求情 南河却发威把他轻出大船 不过这次发威有点失证 不光深秀 连船上的海鱼客人们 也都被轻出去了 海象赶紧提醒 客人是衣食父母 把他们排出去了 饭店的贷款怎么办 南河看着海精灵 忽然有了灵感 据说海精灵能让人笑口尝开 这海精灵正好用来做疙瘩汤 排出去的客人又重新被捞回来 深秀也夹在其中回到了船上 他决定找到海精灵 可海精灵煮出的疙瘩汤 正在被端上餐桌 他一落着到餐厅 结果弄翻了疙瘩汤 南河气得将他抓到一边 对不起叔叔 我不是故意的 给我出去 可是 我妈妈好像在这里 我告诉你了 这没有名吗 南河突然编做可怕的小丑模样 但为了不惊扰客人 他又努力收起变化 回头耐心劝深秀 去别的地方找办 客人们又在闹着要走了 南河怕生意被毁 赶紧拉着山秀表演了一场魔术 客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 于是 等魔术完成时 山秀已不知不觉被派出餐厅 而那些弄翻的疙瘩汤 也重新被盛进罐子里 客人们喝了疙瘩汤 纷纷露出迷醉的表情 任何东西在他们眼里 都忽然变得美妙无比 疙瘩汤如此受欢迎 南河正带高兴 最后听到一个坏消息 望面来了很多丧气鬼 被丧气鬼缠住 是会憋死的 大船不得不全速逃离 可丧气鬼已攻入餐厅 神志不清的客人 纷纷向红色丧气鬼扑去 为救客人姓名 南河只好分力出手 大船逃出很远才停下 南河断定 丧气鬼是生锈招来的 他最喜欢缠着生锈 这种丧了巴基的孩子 可生锈如今仍在船上 还一心想救海精灵 为避免再次招来丧气鬼 南河决定 靠岸之前 一定要把生锈哄高兴 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海精灵呢 先借我打了天广告 你呢 就在厨房搭把手 你看他上面没有 等我们这平级到了五星 我马上把他放 你觉得怎么样 真的吗 那可不大点 我们上家最拯救的就是信愿 生锈同意了 接下来几天 他都在厨房卖力打砸 南河自瞒着他 大火狂出海精灵 做成的神奇疙瘩汤 迅速使饭店平级升到三星 南河挣了不少钱 当平级升到四星时 站在船上 已能远远看到岸边了 开岸前的最后一天 南河坐落部打败 丧气鬼的搞笑动画 还提出要开联欢会 所有人都不干活了 神秀有跟着大家咧嘴笑起来 狂欢结束后 南河醉醺醺醺的叫住神秀 南河给神秀讲了个笑话 神秀被逗笑了 这一次 他是真心的 南河讲完就睡了 神秀关上灯 忽然听到厨房有声音 过去一看 指尖锅里还在煮汤 用的食材 正是海精灵 神秀把海精灵放了 海精灵在船上横扫一通 最后跳进海里跑了 跑走时 还在唱着妈妈的歌 南河气得大骂神秀是小偷 你爸也不会伤害他 闭嘴 我就拿到厨格桃 怎么了 我每天洗澡太黑 就为了换他 既然还没散够 你就给放跑了 可能是唯一能找到 我妈妈的办法 别做梦了 那就是个海精灵啊 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 是假的 你妈真要找你 她早就自己来了 不 只是妈妈让她来的 就算是 那她也跑了 跑了你懂不懂 跑了就是你妈妈不要你了 不要你了 不会的 不会的 我妈妈不会不要我的 我再一个小心点 你只有钱 你说什么 对 我眼里只有钱 我从一开始就是骗你的 怎么了 第二天船靠岸 客人们都走了 山秀也下了船 走在空空的街上 看着陌生的灯火 深秀忽然抱头痛哭 伴随着哭声 一些红色的丧气鬼 出现在深秀旁边 起初只有一点点 最后逐渐长大 然后汇聚成一团 最后竟有了毁灭一切的气势 深秀吓得跑起来 可丧气鬼一直追着她 她跑不掉了 只能被丧气鬼匆匆围住 几乎快死了 南河本已离开 但回头看到岸上情形 她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出手 于是 深秀眼前突然现出一道光 内光劈开了海水 深秀终于得以脱胜而出 然后被南河抓住 让人一路狂奔 南河的钱都在逃跑中丢失了 跑出很久以后 丧气鬼还在 南河便分力将丧气鬼 劈开一条缝 然后把深秀从缝里扔了出去 自己才留在丧气鬼的包围里 深秀醒来时 周围一切都平静了 她还在船上 南河则坐在船头 身上带了伤 深秀向南河道歉 南河不接受 她要求深秀补偿她的损失 补偿方法是 帮她找到深海之眼 深海之眼位于大海最深处 所有的海精灵最后都要去哪 既然深秀能听到海精灵的唱歌 那她就一定能许着歌声 找到深海之眼 找到她 你还出现不到你妈妈 真的吗 对呀 等那个时候 我发我的财 你找你的妈 双赢 深秀同意 从此 她就负责指路了 不知过了多少天 到夜里 深秀又梦到了离开的妈妈 她想去追 却被丧气鬼缠住 这时 妈妈又变成了南河 而南河就像是飘在海里 深秀突然惊醒 然后起身去找南河 南河像是变成了海精灵的样子 可走近细看 却又没变 周围很老 窗外下雪了 南河说 那画里是她的家 真漂亮 还行吧 就是一个 三四五六七八线的小地方 可惜呀 再也回不去了 为什么 你这么拼命地找你妈妈 那你接到妈妈的时候 选择她说点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就是 有的时候 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 我像妈妈离开也是我的错 我本来想找到她 告诉她 我已经长大了 懂事了 好让她回家 吃面 吃面 南河 我知道这没用 妈妈 就是不要我了 屁股 哪个缺点跟你说的 你说的 我呀 我跟你开玩笑 南河保证帮山秀找到妈妈 要是再碰到丧气鬼 那就打跑她 南河憧憬着 赚到钱以后的美好生活 还有装修饭店 还有环游世界 我呢 也不用低声下气的 你呢 也不用那么过分懂事 不想笑你就别笑 想哭你就大声哭出来 到那时候 再也不用讨好别人 不用为别人 活着 说话间 大船已抵近深海之眼 舱外看起来危机重重 南河动员全体人员全力前进 途中 船身开始剧烈颠簸 很多部件都在颠簸中掉落 更可怕的是 丧气鬼又来了 船又撑不住了 南河却仍在不停地说坚持 直到丧气鬼的包围越来越近 南河才终于改口 打算掉头 可就在这时 他又想起对宣秀的承诺 于是他下定决心 大船继续向前 深秀看到 船外已布满丧气鬼 而南河也已做好准备面对 深秀不由抱住头 脑中想起很多话 说丧气鬼是他招来的 丧气鬼的马蜂窝 都让他给捅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南河 快回来 快回来 丧气鬼是我招来的 丧气鬼是我 神秀哭起来 南河却还在前面 率先挡住 丧气鬼的进攻 船的破损越来越多 神秀飘起来 但他终究还是掌控住自己 伸手迎向丧气鬼 我不怕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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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隐约有了光 神秀紧紧抓住船舵 南河自冲着前方 击出自己最后的力量 终于 大船冲出丧气轨的包围 进入一片光明的世界 而南河却在最后时刻历劫放手了 神秀抵达了真正的深海之夜 可南河却不在了 神秀大哭 海精灵唱着妈妈的歌游了过来 神秀跟着他 最后来到一扇门前 门后是一个空房间 里面放着神秀掉落的手机 这时手机响了 神秀拿起来 看到是妈妈来电 耳边响起妈妈的呼唤 神秀忽然想起很多事 小时候 妈妈爸爸曾一起给他过生日 但是渐渐地 妈妈和爸爸的争吵越来越多 后来妈妈就走了 再后来 爸爸带回一个新妈妈 神秀又多了一个小弟弟 弟弟想他妈妈留下的红卫衣 他不肯给 还被爸爸训了一顿 有一天 老师找爸爸谈话 说他整天把自己裹在那红衣服里 爸爸最好带他去看看医生 什么狗屁欲证 水晓 我跟你说 你没什么事 你就多笑笑 自然就会好起来的 咱花那冤枉钱干嘛呀 爸 我知道了 后来 他还是每天把自己裹在红卫衣里 生日这天 他跟着爸爸和金母上了邮轮 一个人在船上乱走的时候 他看到小丑的摊位上 有一侧深海大饭店绘本 但他买不起 小丑就骂他晦气 夜里起了暴风雨 深锈掉进大海 小丑在甲板上捡到深锈的手机 继续发现了深锈落海 他大喊救命 却没人出现 于是他奔向船船 慌乱间摔了一跤 小丑衣服破了 露出里面的南河 只见他随手套了个小黄牙游泳圈在身上 然后纵身跃向海面 深锈想起了一切 却又像被一层看不见的魔给挡住 他感受到妈妈的抚摸和呼唤 可另一边 却是飘在大海里的南河 妈妈 我 我 神秀 你怎么了 神秀 快醒醒啊 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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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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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啊 神秀 神秀 你醒醒啊 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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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飘了多久 南河一直在努力斗生锈开心 后来南河又讲起他的家乡 说家乡下起雪来 就像话一样 我要是有魔法就好了 就能劈开大海回家 你有魔法的 有的 这孩子呀 看着还行 就是笑话 有点假 你得跟我似的 我再给你笑一笑会儿 我看你了 远远望见一艘船 南河赶紧朝船游去 生锈却沉进水里 南河只好游回来 把自己身上那陋气的游泳圈取下 重新套在生锈身上 生锈被救了 南河却体力不知留在了海里 哪怕是最后时刻 他也仍在说坚持 还在给生锈讲笑话 只称生锈一个人了 他很害怕 所以他一定要征破那层膜 即使身体会被划伤 也一定要挣脱 终于 膜破了 所有的幻想瞬间消失 耳边又响起妈妈的呼唤 叫他快醒醒 他摸念着南河的名字 像是追随的南河来到了一片雪地的故乡 可南河却要走了 我想和你一起走 我可不能带你 那我还会再见到你的 对吗 南河 南河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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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孩子 这真的不是你的错 我 沈兄 看 天 快亮了 南河 我 我知道 有的时候 这个世界看上去是灰色的 不像梦里那么五彩斑斓 可是 可是 就算是这样 也一定有一些光亮在等着你 哪怕 只是些很小的瞬间 也值得你努力活下去 你可千万别在 南河 我知道了 嗯 嗯 去吧 希望你尽后的每一次笑 都是真心的 像我样 沈兄笑了 重重点头 然后转身 在南河看不见的地方气不成声 我要去世界的尽头 姐姐 你去 留下你 千万的出口 姐姐 别回头 尽管往前走 姐姐 就算重点没有人为你等候 沈兄努力指着哭 努力扯出笑 然后在病床上 轻轻睁开了眼 这是2023年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 深海 深海里 藏着深锈幻想的一个梦 梦中的一切 都与现实所见相对应 为庆祝弟弟上幼儿园而登上的邮轮 对应深海大饭店所在的大船 妈妈离弃时露在乱发中的眼睛 对应海精灵的黑发大眼造型 生活中的深锈总穿红色卫衣 梦里的深锈总被红色的丧切鬼纠缠 小丑就是南河 梦里的南河为救深锈而力竭松手 现实里的小丑 也为救深锈而留在了大海中 在海里漂流多日 深锈被人救起 就一直昏迷 他原本不想醒来 现实世界里几乎看不到令人高兴的事 妈妈的离开 就像梦魇一样 侵袭了所有的心情 她只想追随南河而去 可南河却让她别放弃 坚持坚持 再坚持 总有等到天亮的那一刻 痊愈的过程都在梦里发生 愿意睁开眼睛的时候 深锈也终于变成了一个 能够看到光的人 其实那些光一直都在 只是从前都被忽视了 尽管金母并不像生母那样亲切 但对深锈也还算温柔客气 虽然爸爸的注意力 更多放在了弟弟身上 但弟弟真的很可爱 而且爸爸也并没有丢下深锈不管 他的妈妈走了 可他的身边仍有朋友和家人 哪怕眼前大部分都是黑暗 但只要仍有这些星点的光线存在 就还能找到理由继续活下去 深锈的抑郁症 就是在这样的纪念下被击退了 就算日后他还会卷土重来 但只要心里还有相信的信念 就不至于被黑暗完全吞没 记住那些让人高兴的事 但是不管事情有多想 只要记住了 他就会成为心中永远的明灯 不论刮风下雨 有光在 就终有熬过去的那一刻 何止电影 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下期再见